华语歌谈天后王菲前夫,中国影星李亚彭契从商多年,近日被报击欠员工薪水长达10个月,甚至为替员工投保社会保险,稍早他也出面认了欠薪。 请回复耽误大家的时间,简明的表达两点吧,第一点,2024年的春天你离职的,当时的赔偿金总额我确实记不住了,但是到今天为止,确实还差你6万元左右的补偿,这个是我了解的。 那刚才也收到了迷路的几位同事的消息,他们说在正在积极解决这个问题,相信今天下班之前吧,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。 第二点,我要正式的向你表示歉意,正式的道歉。 我知道你离开公司以后,也在自己创业,在做自媒体。 也借此机会向百鱼卫这一两年离开公司的同事们表示歉意,也感谢你们给予我的包容和理解。 可喜的是,经过这一年多的努力,我们基本上补偿金已经发放了90%多了,胜利在望,我会继续努力。 人生的道路没有坦途,也祝赵同学未来可以一切顺利,能够茁壮地成长,加油。 许多依赵总统,要连读詐,年轻人的季节,年轻人的余活能。 我们会准备呆将其能央断之痕迹。 诶,商量影片代表你生能够更远 人的现在给大家看这个参照。 这种频道、我们先来开公司的照片。